各位老师学校解答好,我们是Intern C组 我们今天报告的主题是如何创造理想的Class 2 Restoration 指导老师是苏英慧医师暨保存科全体医师 我们的报告会是以2020年所提出的这一篇 有关于Class 2 Combosive Restoration的研究来当作诅咒 在这篇研究之中,它把Class 2 Restoration 分成八个步骤 然后我们会依照这八个步骤来做一介绍 第一个就是Robert Dan的Isolation 大家都知道说在OT的治疗之中 可以透过Robert Dan拿到一个较好的隔湿隔水 然后创造一个较好的操作环境 同时也可以拥有一个比较好的操作视野 所以研究中也就是说建议说我们可以在进行OT治疗的时候 可以上一个Robert Dan 但同时他也提到说在2001年 有其他的研究指出说我们上Robert Dan之后 其实是会增强我们的Classimo Contest Chance 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个Class 2 有一个Content Area有缺损 或者是说它其实缺损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 当我们上了Robert Dan 我们观察到的Content Area的状况 有可能就不是它原本的Content Area的状况 它可能会比原本的情况更紧 因此我们在后续的步骤之中 就必须要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并且去克服它或者身体 补偿它这个Robert Dan 提供的力量 那下一个步骤是Pre-Waging Pre-Waging就是指在我们Cavity的Prepare之前 或者是Prepare之中 我们可以透过放入Wage的方式 使我们的两颗牙齿 可以达到百到两百个Micrometer的Deporation 透过Wage的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补偿 我们到时候要做填补的时候 要放入Magic Band Magic Band的厚度 或者是说我们树子 在照光之后的收缩空间 还有甚至也可以去补偿到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Broker Dan 上上去之后 额外提供的Classimo Contest Chance 可以去弥补这些空间跟力量 然后另外它也提到说 放入Wage的话 当然也就可以在我们Cavity Pre-Wage的时候 去保护到我们的Robot Dan 保护到我们的Incredential Papilla 还有使我们的铃牙 比较不容易被撤销到 同时也可以创造一个 比较良好的Interproximal Cleanliness 而这个Interproximal Cleanliness 等下也会提到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 Space的Evaluation 什么是空间的评估呢 在研究中它就提到说 我们应该要去达到 一个Interproximal Area的 空间的和谐性 什么是空间的和谐性呢 我们可以透过等下 它提供的一个例子来了解 它提供的例子可以看到说 它今天需要去制备一个 它今天要去制换一个 Armagun的Restoration 所以我们就先把原本的Restoration拿掉 然后重新的Prepare一下Curity 然后违背 然后准备要进行 开始要进行填补 然后它就把它补起来 它这样补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过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说 因为它今天是一个 两边的牙齿都Prepare的状况 就是说如果当我们今天两边的牙齿 这Curity Area都是缺失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没有实现去进行一个空间的评估 没有去预先设想说 我的Bang应该要放置在哪些位置的话 就会发现 就会发生跟图中一样的状况 就可以发现它有一个Over Contour的状况 它的填补已经超出它原本应该要有的位置 有发生这种状况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要再透过可能一些 用Prosimo的Reduction工具 去把这些多部出来的数值把它撤消掉 然后让它变回一个 原本应该比较好的接触空间 而如果 因此呢 它就提到说 我们应该要预先做好这些空间的评估 去预先设想好 Bang应该要围在哪个位置 或者的话 如果Over Contour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花费更大量的时间 然后还有工具来做 这个弥补的动作 好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稍微提告说 的Inter-Prosimo Cleaners Inter-Prosimo Cleaners Inter-Prosimo Cleaners 主要就是指 在Bus的地方 Bus和Bus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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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的Countour出來是完整的 好,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Metrix Band的選擇 那在講選擇之前我先講一下 我接下來會提到的幾種 Metrix Band的System 第一種是這種TofoMire的Metrix System 它是屬於整個Frenchial的Metrix Band 它在以前在補Alagam的時候 是最常用的Metrix Band 那直到今天就是還是有研究顯示說 有65%的牙醫在使用它 好,然後接下來這種是TorVM的Metrix System 那它有這種Sectional的Metrix Band 然後也有這種放進Sub-Gingiva的地方的設計 然後這種是SettleMetrix 就是平常我們會用Sidee加加注的那種 然後也有這種打動的Performative的Metrix 好,然後接下來這種BioClear的Metrix System 它比較特別的是它的Band是透明的 然後之後我們會做比較詳細的介紹 好,那我們在Metrix Band的選擇上 因為Circumferential的那種Metrix Band 它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創造很緊密的Contact Point 甚至有可能會有毛細現象 讓Isolation失效 所以其實這種Contour的Sectional Metal Matches 或是用樹脂填補Proximo Surface最適合用的Metrix 那在材料的選擇方面 它有這種比較Hard Steel的 也有比較Soft的材質 那這篇作者呢 它是比較建議用Hard Steel的材料 因為這個夠堅硬 而且它一般放進去Proximo的時候不會變形 這個其實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看下面比較Soft的Sanlit Steel 它做成的Metrix Band 其實你把它塞進去它就會有點變形 然後就會影響到我們之後補 然後我們在挑選Metrix Band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很重要 是要看它的Maximum Curve 像它們側面看的這個弧度 其實每一種Metrix Band都不太一樣 看這張圖可能比較明顯 就是這種Sectional Matrix 它的側邊弧度比較直 然後Perforated或者Settle的弧度也比較明顯一點 那BioClear這種Metrix Band 它其實弧度是最明顯的 所以這篇作者就有建議說 如果我們這個Class 2的Cervical Cavity Margin 跟靈壓距離在0.5mm附近的時候 會建議用Sectional Matrix 那如果它的Cervical Cavity Margin 靈壓比較遠一點 在0.7mm附近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們Metrix Band的選擇 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取決於Cervical Cavity Margin 還有靈壓距離 像是這樣子 Cervical Cavity Margin 跟靈壓距離比較大的時候 就會比較適合用BioPhys的Metrix 好然後接下來是這個Metrix Band的置放 我們在放Metrix Band的時候 應該是沒有任何阻力的插入 那要插入這個Interproximal Space 然後我們也是要放到適當的高度 就是大概在靈壓 Marginal Ridge以上 0.5mm的地方 那如果我們放太高的話 Marginal Ridge跟Occlusal Surface就會太高 那我們之後補完之後 就會花比較多時間去修磨搖合 那如果我們Metrix Band太低 有可能補數值的時候 就會跟靈壓的Marginal Ridge重疊 甚至有可能跟靈壓的Restoration 產生Bonding 好然後剛才是Occlusal Cervical的方向 那接下來Buckling Board的方向 其實也是要注意的 因為我們如果把Band放到對的位置的話 其實它的Contact Area就會落在理想的位置上 接下來是Metrix Band的固定 有這幾種工具可以用 就是像是Wedge還有Separating Ring 鐵風膠帶跟Flowable的Resin 像Wedge的話 它功能有兩個 就是第一個就是Separation 它是分開兩個壓制 然後可以補償Metrix Band的厚度 然後也可以讓Metrix Band更緊密的靠著壓制 它可以從LingoSite或者BuckleSite放入 但是通常是LingoSite 因為LingoSite的Impression通常會比較大 那像圖中這種就是Budden的 Wedge是這種比較常用 因為它有比較好的Separation的效果 那如果這個Wedge的高度呢 高於Cavity Floor的話 可能會導致這個Metrix Band向內凹 那就是補償Metrix Band 就會補償Metrix Band 所以我們就可以削掉 削掉前面這一部分 然後讓這個Metrix Band 這個形狀還是很漂亮的 那這種是Plaxic跟Silicon的Wedge 這種塑膠型的Wedge 它是和它V字型的 這種是Open在Gingival side 它比較不會傷害到 Intradental Papilla 因為比較不會影響到Rober Dent 而且這種材質的 他們比較有彈性 可以更好的跟Metrix Band貼合 那右上方這個是Diamond Wedge 它是BioClear Matrix System用的Wedge 然後它有各種不同的Size 然後綠色這種是專為 Deep Cavity Margin設計的 這種Diamond的形狀可以讓它 比較容易穿過Imbression 然後穿過去之後會打開 讓Metrix Band的受力比較平均 可以避免Overhand的發生 然後Separation Clamp 它的作用其實跟Wedge是一樣的 是提供Separation跟固定Metrix Stand 它中間Ling的部分可能是 它的材質可以是Standless Steel 或者是Night Tide 那Standless Steel的 它的Separation能力比較低 而且很容易就失去Separation能力 所以作者是比較推薦用Night Tide 那它前端的部分也有 不同的材質 就像Standless Steel那一台塑膠或是Silicone 那它的形狀是直的 或者是V字形的 會比較 像圖中這種的就是V字形的 然後它就會比較穩固 也是可以避免Overhand 那右邊這種是比較特別的一種 Separation Ring 因為它是 但是它就是 在還沒有Prepare牙齒的時候 就先放那個Floable的Resin 然後再把Ring放上去 然後整個一起去Light Cue Light Cue完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一個客製化的Separating Clamp 那我們Prepare完放回去 就會很適合這個 interproximal的Separating Clamp 那這種Caston Ring 它是可以複製原始的Proximal Surface 可是前提是它原本就有Proximal Surface 就是它的Enamel本來就是要完整的 就是它的Enamel本來就是要完整的 而且像是這種比較寬的Cavity Box 就會比較寬廣的Cavity 它會比較適合用這種Caston Ring 因為如果是比較狹窄的Box的話 其實它客製化的部分也沒有辦法到達Cavity Margin 就不如用傳統的Separating Clamp 然後它用這個也是有一些限制啦 就是說如果你一開始 Proximal Surface就沒有良好的形態 或者是它以前就補過 然後補得沒有很漂亮的話 就沒有原本漂亮的Surface可以複製 就不會建議用Caston Ring 然後再來 這種是鐵服裝膠帶就是PTFE 它是一種很便宜 它沒有黏性而且可以抗酸時耐高溫的材料 那當我們Matrix Band沒有很服貼牙齒 就是特別是這種Wage插入的另外一邊 就是我們Wage從這邊插入嘛 那另外一邊其實就很容易產生Gap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用PTFE 就是塞一點在這邊 然後讓那個Band比較服貼 或者是我們interdental space比較窄的時候 就是Wage沒有辦法完全穿過這個 interdental space的時候 也可以把PTFE塞在另外一邊 像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Fullable Resin 它其實也是輔助用的工具 然後它可以 就是特別是我們 有些補測器的時候 你不用上 Zeprinting Ring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用Fullable Resin 還有PTFE去輔助 好接下來我們講的是填補素質的各種不同方式 然後我們會有一些比較 接下來看到Questal Cavity不同的填補方式 首先看到分層堆疊的方式 底下又分層三種 第一種就是傳統只使用Composite Resin 來分層堆疊 第二種就是有使用Fullable Liner做Procure的方式 而第三種就是Fullable Liner和Composite Resin Composite Resin 那等一下第二種和第三種 我們會再稍加介紹 先看到Precure的方式 這就是我們Prepare完這個Cavity之後呢 我們先放入Fullable Liner 然後來Cure 然後再像傳統方式一樣 這樣把Composite Resin分成堆疊起來 再來是Composite的方式 同樣是這個Cavity放入Fullable Liner 但這時候呢 我們直接放入第一層的Composite Resin 它又被稱為Snowfall Techniques 就是像這樣 這個雪值的就是Fullable Liner 那我們去擠壓那個Composite Resin 就是像這個堆血車一樣 這樣把雪擠到四面八方 就是像我們把Fullable Liner 擠到旁邊進不去的縫隙裡面一樣 接下來就做Light Q 然後一樣分層堆疊的Composite Resin來填補 那有使用Fullable Resin的這些方法呢 有什麼有缺點 有點最直接的就是 這樣分層堆疊的方式是我們習慣的方式 那Fullable Resin它因為比較有流動性 所以它可以產生比較好的Marginal Adaptation 那是不是就可以減少Micro Liner的產生呢 在缺點的部分同樣也很直接 因為要這樣分層堆疊 Light Q很耗時間 然後Fullable Resin因為它沒有Filler 所以它會產生比較大的收縮 那這樣它的收縮是不是就會跟它良好的Marginal Adaptation 互相抵消掉 反而使用Fullable Liner只是一個多指一舉呢 所以我們找了這一篇成大作的研究 它是以傳統分層堆疊Composite Resin 以及使用Fullable Liner Precure來做比較 它取了A品牌以及B品牌兩個Resin 然後再分有Fullable Resin和沒有使用Fullable Resin 來比較它的Occlusal cervical和Interface Void 在填補的人部分它又分成A是有十年以上經驗的組別 然後B是只知道怎麼補 但同來沒有補過的人 在Void的統計部分 只分為0是沒有1是有來比較 首先先看到Interface Void 在有經驗的人有使用Fullable的這兩組 相對於沒有Fullable的兩組 是有顯著差異的比較好的 而沒有經驗的人裡面在使用B品牌 有Fullable的組別相對另外三組 是有顯著差異的比較好 再來是Cervical Void的部分 有經驗的人使用A品牌沒有Fullable的組別 相對於另外三組是有顯著差異的比較差 而沒有經驗的人四組裡面都沒有什麼顯著差異 再來是Occlusal Void 就是都沒有什麼顯著差異 我們看到這個同樣的底色指的是同樣的長牌 同樣的底色指的是同樣的長牌 所以我們看來是有經驗的人 在有經驗的人有使用Fullable的兩組 相對於另外兩組 是有顯著差異的比較好 而沒有經驗的人四組之間沒有什麼顯著差異 再來看到這張表 是滲漏程度的比較 從0到3是滲漏程度變嚴重 可以看到這個同樣的底色指的是同樣的長牌 在同樣的長牌底下不管是有沒有經驗 有沒有使用Fullable Resin都沒有顯著差異 所以這研究得到的conclusion就是 如果是有經驗的人使用Fullable Resin做precure的方式 它是可以降低整體的空氣數量的 但是在滲漏程度的方面 不管是有沒有經驗有沒有使用Fullable Resin 其實都沒有什麼顯著差異 好那接下來換我來講這個Fullable Composite Technique 那我一樣會分三個部分來探討這個東西 好那第一個部分就是它的Background 起源就是因為人們覺得說傳統的分層填補太過耗時間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人們覺得說傳統的分層填補可能會造成這個空隙的潛在風險 大家可以看這個圖 這個綠色的話就是有染過色的Fullable Resin 那它上面的就是Composite Resin 那中間的話就是有這個空隙的產生 那基於以上這兩點的話就是產生出這個Pockfield的概念 好那接下來的話就是這個Pockfield的話要怎麼使用呢 大家可以看這個第二個圖 那它的使用方法其實有很多種 那第二個圖呢就是在說它底下會先用一層這個Pockfield的Fullable 先灌到一定的程度 那上面呢再使用傳統的這個Universal的Composite Resin 來做一個這個填補維持它的上面的機械強度 那接下來像第三個圖的話就是在說它底下是用這個Fullable Resin的Liner 那上面的話很大一部分就是用Pockfield的Composite Resin 直接灌到滿 那最後一個應用方法就是一個One Step的填補 就是全部都用Pockfield的填補材料全部填到滿 那為了因應這個Pockfield這個技術呢 也有這個就是新商品的誕生就是這個Pockfield的Composite Resin 那它跟這個傳統的這個Resin有什麼差別呢 第一個就是它的收縮硬力是比較下降的 那第二個是它的特色是它的光固化程度可以達到4.5mm 那再來就是它依然是有維持良好的美觀跟這個Function機械強度 好那再來就是這個Discussion的部分 那個前兩個的話我覺得是它的優點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它可以就是減少這個空隙的產生 因為整塊的填補 那理論上一定是比分層的填補更可以減少空隙 那第二個優點就是它可以減少這個時間 那接下來就是它的疑慮的部分 因為大家也會有的人會覺得說就是整塊填補 如果是經由這個經驗不夠的操作者來操作的話 那它可能會產生一些bubble 這是有可能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收縮硬力的部分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整塊填補的數值 收縮硬力一定會比分層的填補來得高 那但是這個新商品已經有在克服這個問題 所以那到底結果是收縮硬力高還是低 那我們這個還沒辦法得知需要更多的研究 那再來最後一點就是機械強度的部分 那有的Paper覺得說這個bubble的這個材料 機械強度是比原本的好 那也有Paper認為說是不一定是比較差的 所以也有一派學者是認為說 我們用bubble的材料的時候 我們在最上面要蓋一層這個universal 的compositorization來維持機械強度 這個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才可以確定 那再來我們來看這一篇這個2019的Paper 那它是在講這個bubble這個材料 那它的抗斷裂的能力 跟它的機械強度是怎麼樣的 那它的實驗方法呢 就是用40顆完整的上額Molar 來製備這個class1 cavity 那它總共分成四個group 第二個group就是它的副向對照組 就是說它車完這個cavity之後 它不做任何的填補 那第二個group 它是正向對照組 就是車完之後它補的是傳統的compositorization 那第三組呢 是填補的是這個bubble的regular 就是常規年度的bubble 那這個最後一組是填補這個低年度的bubble 的複合材料就是bubble 這個抗斷裂能力明顯的是小於其他有填補的 那它的結論就是說呢 這個沒有修復的牙齒就是這個負向對照組 它是顯現出比較低的這個抗斷裂的能力 那關於有修復的牙齒它的表現呢是相似的 好 那它的conclusion呢 是說這個bubble的數字材料呢 在修復class1的助養中呢 顯現出是前景的應用 那與傳統的這個compositorization相比呢 是表現出相似的機械性能跟可靠性 好 再來我要介紹下一個這個technique 是這個injunction-moded-accomposite technique 那它又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bio-clear 好呢 一樣我會從它的background開始介紹 那它的background就是說 就是人們覺得說整整塊的填補物 它的機械強度應該會比分層堆疊來的好 那這個推論是合理的 那再來就是呢 分層堆疊可能會產生gap 所以基於以上這兩點呢 就是在這個Devi Clark 在2007年就提出了這個bio-clear的這個技術 好 那bio-clear這個技術呢 它有四個比較大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這個modify的這個preparation 大家看這個圖 最右邊是我們以往傳統的這個gv-black 所製備的這個cavity box 那它的傳統就是我們box 就是要車的方方正正嘛 但是這個acena技術呢 它提倡的是我們不要車的方方正正的 我們把box的周圍全部打一層bevel 就是把它做成有點像這個淺疊狀的形狀 這樣子它不僅可以有比較好的美觀 那再來就是它也有比較好的這個邊緣適應型 再來第二個是這個bio-clear會選用比較特別的matrix system 就是全透明的matrix system 它是有出一整套bio-clear的system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上網查一下 那再來就是它的balance of 這個compositive reason 跟frobo reason的應用 那這個圖呢 它是在講說這個 在擠這個frobo的時候 會特地的往側面去擠壓它 也就是我們要整個把數值都補的over出去 那除了在最底下的ginger wall wall 是有用這個位置整個卡死之以外呢 其他部分都是要用數值去補到over的狀態 那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使用這個injuration model的技術 就是把這個加熱果的compositive reason 擠到這個frobo reason 全部擠到滿出來 整個補over 然後最後在一起 一起light-cute這樣 那這個bio-clear要怎麼應用這個 應用在那個牙齒上呢 那第一步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我們要先這個去除周圍的牙菌斑跟生物 因為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因為那個 那個 未來在做這個bio-clear的時候 因為它是整塊數值的停搏 那如果周圍有那個 有這個那個那個 生物膜就是這個牙菌斑的影響的話 我們異訊邦底沒有辦法很好的 就是固化 讓那個razen固化在牙齒上 那最後可能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然後那個razen就會整塊崩落 所以周圍的這個牙菌斑跟生物膜 一定要先用噴殺的方式去除掉 才不會造成最後razen無法放 好的binding在牙齒上面 那再來第二步就是選用這個 適當的matrix system 那bio-clear它就是有自己的e-count system 就是用透明的band跟下面這個 這個matrix 那再來就是這個e-chain bonding 那接下來是用這個加熱鍋的數字 去做這個bio-clear 那加熱鍋的數字 它會有比較好的流動性 跟邊緣性 那再來就是like-cube like-cube完就是finish and polish 那再來我們進入discussion部分 那前三個的話是它的優點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這個 淺疊狀的box的邊緣 它有一個名稱叫做infinity edge margin 就是一個無限的邊緣的感覺 那它的特色它的優點就是 就是會有美觀啊 有良好的美觀 還有很好的marginal adaptation 那再來就是它有比較少的這個micro leakage 有paper顯示這個bio-clear 是比相較傳統 有減少這個micro leakage的 那再來就是加熱鍋的數值 有比較好的流動性 跟這個marginal adaptation 那再來是疑慮的部分 就是應用這個bio-clear這個技術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有這個要噴沙 要去除這個牙齒的牙菌斑 不然就會有可能會造成 之後填補的整塊的數值崩落 那再來就是整塊填補的數值 對咬合力是比較敏感的 所以在這個cavity的設計啊 或者是最後在補這個數值的時候 都要盡量的避免就是咬點的部分 這個要特別注意 好再來我們看這個2020的這個paper 那它主要是在講說這個 傳統的這個Composy Rhythm 填補的分層填補的技術 還有這個Snowport的技術 還有這個新的這個bio-clear技術 那它們差別在哪裡 那它的實驗方法呢 是使用37顆完整的下熱molar 來做class 2的cavity 那總共有分層五組 那第一組呢是這個 應用這個incremental的technique 就是傳統的分層填補的技術 那它是沒有使用Liner的 那第二組呢是使用這個 Open Sandwich Technique 那它是使用precure的flowable razor 那第三組是Snowport Technique 就是co-cure的flowable 第一組呢就是第四組 就是我們這個新的這個 introsion model的technique 就是bio-clear這個技術 那第五組呢是使用傳統的incremental 然後再使用1mm的這個 raiser modified GIC 作為Liner 好那它的這個實驗步驟 有一個評分的階段就是 它把上面那些牙齒 都用那個指甲油染色 然後染色之後再去做這個熱處理 就是一直給它熱循環 從那個50度到1600度這樣 一直不斷熱循環 然後再用染色 用甲基蘭染色 然後去看它的micro leakage的程度 那0分的話就是沒有染料滲透 那到4分的話就是整個 Asia World都被染料滲透 所以評分越高是指它的micro leakage 越多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這邊有一個數據表 這個那它的結論是說 5組呢在micro leakage方面 是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那再來是Open Sandwich Technique 還有Snowpull Technique 跟傳統的對照組相比 micro leakage是顯著減少的 就是這個1.56分跟1.41分 這兩個跟2.3分比起來 micro leakage是比較少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BioClear的平均分 是最低分的 所以就是micro leakage 目前看起來是最低的 那這邊有樹狀圖 大家可能會可以看的比較明顯 這個0.78就是這個BioClear的這個技術 它的micro leakage 去看也是比較低的 那這個Paper它的concussion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方法 可以完全阻止 class2 cavity這個邊緣的滲透 那再來就是 與這個Raisons Modified的GIC相比呢 那個1mm波的Fluable Reason 會顯現出更好的Marginal Adaptation 那再來就是GoClear技術 就是包括這個BioClear 還有Snowpull Technique 這兩個方法 與傳統的方法相比 micro leakage有顯著的減少 好那最後進入我們這個Summary的部分 就是在填補呢 填補之前這個七個步驟是基礎 我們這七個步驟做好 才是可以為我們創造理想的填補環境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這七個步驟 這個圖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挑選適合的Matrix Band 然後使Matrix Band跟我們的Cavity緊密貼合 才可以有利用後續的填補 那再來就是Injunction Modified這個技術呢 目前的Paper是表示是比傳統的方式 可以降低micro leakage 不過因為呢這個技術呢相對是比較新的 所以也是比較少的Paper可以讓我們研究 所以如果未來有更多Paper研究 所以說不定有可能會有不同的結論 那再來最後一個結論就是 我們目前的研究呢 都不支持任何一種特定的方式或材料 可以完美的修復那個Paper2的Cavity 對 以上就是我們的報告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Reference 好謝謝大家 那很感謝Intern機組的報告 好那這組的同學相當認真 他不管是在文獻的搜尋上 或者是在報告的呈現 在閱讀文獻的呈現的報告上都相當的不錯 好那這邊我針對他們的一個 class2的一個restoration的這個題目 做一點comment 好那第一點就是說其實class2的restoration 其實很難補好了 好大家會想說其實是一個小小的洞 或者是他範圍也不大 我要把它用數值塞起來其實很簡單 好但是其實我覺得蠻困難的 好那第二點就是在 Matrix System上有 選擇上不同的Matrix System有不同的優點 好就像他們報告中提到的 好牙齒之間的距離 好那牙齒的Cavity的一個大小 好那牙齒的Contour的一個形狀 好那你在選Band的時候 其實臨床上很難一次到位 好很難一次到位就是說 你可能眼睛看了這個牙齒的Cavity 好你會選一個大小的Band 好就是Band有不同的Size 好你選完之後放下去 好你有時候會發現他太小或太大 好或者是沒有辦法碰到Contact 好那就算你接下來選了一樣的 你選了適合的一個Band上去之後 那Ring一夾它變形了 然後有些地方會有空隙它露出來 好你就有可能要跳不一樣的Ring 好所以第二點這個就是在說 你在臨床上在選Matrix System的時候 通常有時候會選超過一種 好會去嘗試不同的Band的大小 不同Ring的大小很難一次到位 好大概是這樣 好那第三點的部分就是 就是他們剛剛報告的Incremental Snow Pro 好還有Bug Fill這些Technique 大概臨床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啦 好當然它有它的優力 好那Bug Fill因為算是比較新的一個材料 那它單價比較高 好但是它相對操作起來其實快滿多的 好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考慮 好那第四點的這部分 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今天在做Indirect Resin Filling的時候 你在做Direct Resin Filling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把被圍得很好 或者它Cavity太大 好沒有辦法有個良好的結果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去考慮Indirect的方式 好包括 如果我們要把GOLD的METAL的陰陽類 或者是CERAMIC的陰陽類 好甚至是說到應該做CRONG的程度 我們應該要讓它去做CRONG 好那以上是我的comment 好那很感謝這一組 英恆C組的同學 好